我想说,神的医治的神迹是色在今在永在 我本身先天性脊椎弯35度 在我30岁时病发,我真的去求神问督 那时弯35度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示范一下是怎样弯发 本身脊椎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那时脊椎因为去到第5至7度是偏向一边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点,都是看到我后面这个位置 这边后脊椎根本已经弯曲了,很明显 还有我那时走路,我是走不到路的 我走五分钟因为脊椎弯的时候 就影响到我这只脚,这个大腿是在抽紧的 那你那时弯是怎样弯发,你示范一下 我那时候弯,就是那些人在后面,我就这样来走路 因为我这个,这样来走路 我不能够很明显地,条腰有力去支持我这个位置是垂直的 好,你来回后面了,好,你继续讲了,你当时是怎样呢? 你说求神问卜 是的,我拜了很多不同的偶像,去不同的地方拜偶像 即是中国的地方,都是不行,结果我在05年有个姐妹 我带了我来教会信主,在这七年内我都感受到神 是逐年逐年不断医治的,其实在03年我都个情绪很低的 因为我去了北区医院骨科,主诊骨科医生跟我说,因为我脊椎弯, 这个先天性不可以用任何物理治疗或者食物医治 只可以真的做脊椎手术,但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性很高 他要两个主诊医生轮流三十小时做,还有有机会 你一定要在睡床半年,睡床半年,而有机会你得传阅 他说有机会你得五成,有机会是医不好,你要乘势坐轮椅 我又问如果我不医,接着会怎样? 他说因为你脊椎弯了后,就算你什么都不理,你脊椎就好自然弯 弯到人体的极限弯到五十度,你根本就已经一定要坐轮椅 当时加上沙士年代政府很窮,他说你做这个手术要自己预业, 这个不是必须要的手术,你自己要预备四十万去做这个手术 他很特别说出一个,因为我跟了他很久,他说你告诉我 你觉得你人生你无碳获迷迷迷迷都死了,我就决定跟你博一博 去试下做这个手术,因为有机会率真的不高 什么博一博,即是有机会变了怎样? 他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手术都很辛苦,因为你要两个医生轮流做三十小时 他的问题就是这个,还有你看护的机会未必你们想着可以走得回 所以他认为除非你在你自己认为你的生命当中都没有价值 即是反正你都想死,我就会尝试愿意跟你做这个手术 即是如果你紧张一定要生存,你就不要做了? 是的,没错 即是有可能你不可以生存的? 是的 OK,好,那后来怎样? 后来我当我信了主之后,因为我看完所有的医生 根本是帮助不了,无论是针灸,无论是脊椅,无论是什么 我都觉得其实都很失望,我心目中早死早着,去到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我感受到他逐步逐步在医治阶段,特别是今年,今年是很特别 自从去到十月份的以色列住彭斯之后,跟着上这个堂 我第一天上堂 这个堂是讲圣灵这个堂是吗? 圣灵这个堂 我记得是第一堂,牧师有个姐妹来分享医治 也是讲脊椎的医治 那,我是很有信心,神一定会创造这个医治神迹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只要你学慕神 和你很相信他 是,感谢主 那你就这几年一直看着自己的腰骨慢慢 是,没错 你有没有动手术? 结果你有没有动手术? 我没有动手术 是 好,感谢神就是这个脊椎医治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看得到 是我的家教会和我的姐妹是会见到我 每一年都会不同 是,每一年 是,每一年 譬如可能现在你十月份见我和我 七月份见我,他们都觉得我脊椎又好像直左 后面拱位,拱住那个位 都会好像是平左步那么大 是,即是 其实最开心上这个堂对圣灵敏感了 是,你可否形容呢 很多时可能有时候明白了个罪 可能有时候觉得有点埋怨 不会那么快醒觉要第一时间去认罪悔改 往往很容易被个罪侵下侵下侵下 可能自己都会影响个情绪单 现在可能一天已经发觉有点生气 或者有点埋怨或者有点比较 隐藏的情绪都很快容易感受到出来 那你真是去凝聚悔改和去亲近神 我觉得最开心和最喜乐 就是更加明白神的恩典 是 是神的恩典 我感受就是 好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用心灵敬拜神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圣灵的临在? 有 因为其实那时真的不太明白什么叫灵祈祷 用灵的祈祷 心灵的祈祷 自从上了今次已是第七堂 由第一堂不太明白到现在真的可以感受 随时随地可能在行街 那心里面已经是在学慕神 哈利都日 心是好像没水的泉源涌流出来 从心底最向神表达我对祂的爱 感恩 学慕更加与祂亲近 希望祂学慕祂能够亲自带着我走我每一步路 那又会有什么发生? 我就会发生我里面是 由里面是没有所有烦恼 那些烦恼离开 他会带领我有智慧 为何会有智慧? 其实就是我之前我姐姐突然离世 由6月16日只有她有老孕 到7月10日突然离世 因为我都控制不了情绪 最重要是我妈妈放了一笔钱和首饰在我姐姐那裡 而我姐姐姐她们是不知道的 而我现在要去处理这件事 其实我是很不开心的 也不知怎样跟姐夫家人去说这件事 是好似这么快要向别人拿回钱 但这个又是妈妈 老人家那个死了的女儿她都很伤心 但老人家的想法不同 我都求神神如何给这个智慧我 其实这件事都有困扰我 到星期日刚刚那个礼拜日 我真的要去面对和我姐夫 去面对谈这件事 我早上都很不开心 我都呼求神 神啊你给智慧我 学到这件事 就是先在灵里面 跟神去祈祷 去呼求去 去学慕去给这个智慧我 很感恩 我祈祷完好之后 神也都给智慧我 用walk step 先和我姐夫谈 而结果是非常之好 虽然我姐夫是不知道这件事 但都愿意去相信我妈妈有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事情我是很感恩的 如果比以往 我可能已经 就是这件事 已经是情绪丹了很多 就是很多日 都未能够很快去释放在这件事当中 嗯 感谢主 你可不可以再研讯我一下 当你用心灵去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你心里会有什么经历 我心里面的经历 好像心有石头的 就是有些不开心 好像是突然捕了的 是很松的 肩膊最明显就是 好像我感受这个肩膊 譬如我当日有动作 我哈利路亚赞美主的时候 我感受我的肩膊是流行的 还有我感受的人 好像高了去呼求神 是 好 感谢主 有没有经历过喜乐 哦 那有 你可不可以形容那种喜乐 怎样祈祷的时候经历喜乐呢 那个喜乐呢 就真的好像心里面是不停涌流出来笑着 就是知道自己 还有那个意念呢 是觉得自己很尊贵的 是 感谢主 那你其实在笑的时候 是不是失控 还是不是失控的呢 呃 我不算失控 是的 可以控制得到的 所以其实这个喜乐不是失控的 是的 里面也有平安重担释放 是的 这个对你的灵性有什么帮助呢 呃 对我的灵性呢 我更加深入去了解 就是了解 了解什么呢 就是了解原来神有这么奇妙的作为 是 是原来是 我们是可以和神的关系呢 是去到这么密切 是 感谢主 正如好像圣经说 他是屠屠树 我是枝子 就是 虽然我念这个圣经 我会知道 但是我感受不到这个关系 可以去到这样 嗯 但是我当我学着这个灵性 在那里赞美敬拜主的时候 我真是感受 我的灵 是可以入到主耶稣的灵里面 主耶稣的灵里面 都在我心里面 是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是 多谢耶稣 是 是的 我不ض 不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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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 Zither Harp